砂石车在满砂土行驶在内线 左转过弯时 车身却逐渐向右倒 失控侧翻 车上货物倾泻而出 外线一辆轿车 被突然倒下的砂石车压成铁柄 车门玻璃全都喷出变形 看到那个大卡车到后面 怎么直接翻过 就直接这样倒这样滑下去 时日上午9点多 台中市北屯区东山路上 发生严重车祸 当时天色阴沉 大卡车下坡要转弯时 加速过弯 车斗来不及跟着转 失控翻覆 压回一辆休旅车 车内母子救出后 43岁的母亲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19岁的儿子意识不清 于砂石车驾驶共三人 紧急送一抢救 军送往慈激医院救护 详细的造成原因 警方进一步调查的行踪 初步了解 砂石车疑似装载肥料过重 加上弯道又碰上天雨路滑 才导致翻覆 现场肥料散落一地 砂石车驾驶意识都还清楚 而休旅车被压到严重变形 警销利用破坏工具 先将男性乘客救出 再将女性驾驶救出 目前三名伤者仍在抢救中 接着台中综合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